艺人小潘潘是不是好事金樓呢 全出他六月份就要再给草屯的大爱江青梁了 我们立刻交给记者朱显明 好 但您看到这个最新的画面呢 是今年二月的时候呢 这个江青梁呢 以及艺人小潘潘呢 一起联媒呢 出席了一场呢 家福中心的公益活动 不过呢 这个时候呢 都没有任何人知道说呢 江青梁跟小潘潘呢 有可能发展出了感情了 当时只见这小潘潘呢 是亦步亦去的 跟那江青梁的旁边呢 来从事这个公益的演讲的活动 而这场呢是二月份呢 过年前的时候呢 家福中心所举行的一场呢 这个演讲 中途呢 可以看到小潘潘呢 她是以这个江青梁的 友人的身份呢 来出席的 不过当时呢 两个人呢 讲话的相对的保守 不过也触及到 所谓的婚嫁的敏感议题了 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访问 我自己也会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跟转变 但是一定都是 变得更美好 从事 他一直在也别怪 从事 他一直在也别怪 从小 少年时代 就是说 误入气质 事实上小潘潘呢 在去年的十一月呢 南投赈灾晚会上面呢 认识了江青梁 当时他只认识说了 江青梁呢 是南投草屯地区呢 专门经营这个夜市的 这个名人 事实上小潘潘呢 目前呢 都在南投呢 和江青梁一起从事 公益的活动 不过呢 对于呢 传出所谓的六月 或是五月的时候呢 两人可能会闪电结婚 一室呢 他们呢 都是闭口不谈 一切都留给外界去猜测了 主播